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要获取最新女排消息 请点击订阅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 关于参加奥运会的各项新规也随之被曝光 根据波兰排协主席的消息 巴黎奥运会的排球比赛项目将新增一人 从原来的12名球员变成13名球员 不过第13名球员将无法坐在替补席上 而是如果有球员受伤 可启用备用球员 此消息一出瞬间引起了球迷的讨论 在新增一人的情况下 哪位球员会获得蔡兵的青睐 搭上奥运会末班车呢 小编认为王毅竹 倪非凡希望较大 至于姚迪和杨涵玉还差点意思 之所以会觉得王毅竹 倪非凡希望大 是因为主公和自由人位置缺人 主公线上虽然张成宁付出 朱婷逐渐康复 但他俩能否参加奥运会还不得而知 要是他俩无法参加奥运的话 球队主公线只有李盈莹 王云露 仲慧和吴梦杰四人 仲慧国内联赛打得虎虎声威 可惜国际赛场上还是略欠火候 经常被拦或被防启 扣球成功率并不高 王云露是一位保障型主公 吴梦杰比赛经验匮乏 经常是好一阵坏一阵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还是多带一名主公以防万一 王云竹通过是聚杯的比赛 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潜力 主接一传的情况下 还能够频繁超手进攻 毫不夸张的蒋王云竹是 试聚杯天津女排当中最下球的队员 倪非凡进入奥运会名单的可能性也很高 一般情况下 12人名单里只会带一名自由人 很少会带两名自由人 但在13人名单里 很多队伍都会为了保障后排而多带一名后排球员 再加上主力自由人王孟杰的腰伤比较严重 要是王孟杰无法坚持打完奥运会 或者是奥运会中途出现问题的话 作为第13人的倪非凡 可以立马顶上 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漏洞 姚迪近期一直被球迷呼吁重返国家队 但他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较低 一是姚迪的传球风格不符合蔡斌提速的要求 二是现在二船位置人员充足 按照现有人员来看 不是刁林宇搭配丁霞 就是刁林宇搭配徐晓婷 而且很少有教练会带三名二船 除非有二船伤病严重 可刁林宇徐晓婷打当之年 丁霞伤病恢复情况良好 故而很难有姚迪的位置 杨涵玉和高益一直都在竞争第三副攻的位置 奥运会资格赛 高益已经领先半个身位 要是高益确定是第三副攻的话 杨涵玉落选奥运会的可能性会大增 蔡斌很难把第13人的名额给倒塌 在蔡斌的阵容里 第三副攻都很难有替补出场的机会 更别说第四副攻了 何谈第13人呢 既战术层面而言 副攻对球队的帮助 远没有主攻和自由人重要 故而王毅竹和倪非凡要领先杨涵玉 大家觉得蔡斌会选择谁当作第13人呢 2023-2024赛季排超半决赛第二场 将于1月9日在天津和上海主场同时进行 天津女排主场迎战江苏女排 上海女排主场迎战北京女排 两场半决赛天津和江苏的对决更吸引球迷的目光 两支球队不仅是排超老对手 更是话题性很多的热门球队 虽然两支球队很多球员都是国家队的队友 但是回到俱乐部就成为对手 球员之间的互动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姚迪和龚翔宇这对曾经的闺蜜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 早期在郎平直叫中国女排的时候 队内的气氛非常好 大家都是其乐融融 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其中来自天津女排的二传姚迪和江苏女排接应 龚翔宇就成为了很好的队友兼闺蜜 两人不仅一起代表国家队征战比赛 即使回到各自俱乐部打比赛的时候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 赛后都会进行亲密的互动 姚迪在主场的时候也会给龚翔宇送上礼物 最让球迷印象深刻的是 姚迪当年和龚翔宇互相在社交媒体调侃对抗 一个称对方是胖天鹅 一个称对方是黑天鹅 两人在网络上亲密互对也引来球迷的围观 能够这样肆无忌惮地调侃对方 足可以看出两人的感情和友谊 但是不知道从何时起 姚迪和龚翔宇仿佛不再那么亲密了 不要说同框合影 就是在赛场遇到也再没有那种亲密的互动了 来到2023至2024赛季排超半局赛 姚迪和龚翔宇分别作为两支球队的队长 也是礼貌性的握手致意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更多的礼节性的表现 两人仿佛再也不是当年无话不谈的闺蜜了 有网友分析姚迪和龚翔宇的关系降温 或许源于2019至2020赛季一场充满争议的比赛 当年的比赛 江苏女排在决赛第一场 3比0横扫作用朱婷和李盈盈的天津女排 按照江苏女排当时的气势 甚至有第二场连胜夺冠的可能 不过在第二场比赛中 李盈盈在篮网时下落脚踩中线 江苏女排二传凋零雨下落 踩到李盈盈脚伤后受伤 凋零雨因伤休战之后 江苏女排的局势 急转直下 替补二传永乐无法撑起串联攻守的重任 天津女排逆转拿下胜利 江苏女排则折损主二传 第三场比赛 不得已启用接应龚翔宇 客串主二传 江苏女排勉强打完比赛 最终遗憾输给天津无援冠军 这次比赛出现的凋零雨受伤事件 给双方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网上舆论发酵成网报 李盈盈遭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赛后 龚翔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我们只想干干净净比赛 姚迪则表示 我们更注重结果 不管过程是怎样的 两人的表述 似乎有针尖对脉盲的意味 从此 江苏女排和天津女排的球迷更加对立 姚迪和龚翔宇 两人仿佛也不再亲密了 其实大家看到的只是表象 不管是姚迪还是龚翔宇 两人不可能因为比赛结仇 大家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姚迪和龚翔宇都长大了 两人更多的是沉稳和睿智 作为队长也多了责任 女队队员间的友谊 不会轻易磨灭 也为姚迪和龚翔宇加油 期待两人带领各自的球队 为球迷奉献精彩的比拼 今日金苏之争二番战一触即发 两支队伍都已做足准备 天津欲延续优势 一股作气以2比0结束战斗 避免夜长梦多 江苏则是背水一战 想把比赛拖入决胜场 那么两队第二次交锋 谁会笑到最后呢 心态成为了关键 江苏女排这边则应该充满信心 半决赛未开打前 大家都一致看好天津 毕竟他们拥有很多的国手 也是联赛的常年霸主 李盈盈 袁新月等人在国内联赛 都属于断荡的存在 但第一回合第一局 江苏就展现了不俗的实力 完全限制住了李盈盈的进攻 袁新月 王源源等人 对吴孟杰的进攻也显得办法不多 这就说明天津女排并非无法战胜 而是要看你有多大的信心去战胜他们 从守回双方的比拼而言 江苏能否拿下比赛还很难预料 但起码是有本事把比赛拖入到第五局的 天津虽然强弹江苏并不弱 两人应该是在四六开的水平 江苏只要打得再精细一些 教练只会再得体一些 还是有希望扳回一城的 期待两支队伍在第二回合的较量中 继续给球迷奉献一传精彩的比赛 好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